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友在微博向郑爽爸爸提问 近日有一微博账户 一直在抹黑欺凌嘲笑爽和爽的粉丝 对此爽爸有何回应 郑爽爸爸回应对于这样的问题 郑爽爸爸则回复说没有恶人 就显不出好人 多行不亦必自闭 让网友们不禁为郑爽爸爸鼓掌 此前 此微博账户的网友 就发表一些关于郑爽的负面消息 发文 曝光郑爽小号 本来不打算爆料的 没想到他利用我来微博问答骗钱 现在我要全面开战了 该条微博遭到近3000评论和反击 让郑爽的粉丝看到十分痛心 分享 在相关阅读47岁的吴七龙 居然亲了大两岁的岳母 老丈人的表情亮了娱乐圈吧 老夫少亲很常见 但是常见归常见 难免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一下 就比如刘诗诗跟吴七龙 网友就调侃 刘爸爸刘妈妈是听着小虎队的歌声 长大的吴七龙 跟刘诗诗的婚礼是备受瞩目 然而刘妈妈就是成功抢镜 刘诗诗一直被称为气质美女 看了刘妈妈的照片之后 才知道刘诗诗的这份气质来源于哪呢 遗传的真是不错啊 刘妈 妈也是气质如蓝 要是年轻的时候 绝对也是没得不可放物 吴七龙今年47岁 刘诗诗今年30年 整整17岁的差距 而刘妈妈只比吴七龙大两岁而已 这个年龄差喊妈妈 总觉得怪怪的难怪 刘爸爸的表情全成黑脸 跟自己一样大的人娶自己的女儿 还要教自己爸爸 这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然而更心塞的画面 在后面 吴七龙跟刘诗诗这对新婚夫妇一起吻向刘妈妈 刘诗诗轻瓶点水 惊了一笑 口误 老吴倒是不当外人 直接把整个脸贴了过去 真是不见外啊 怪不得刘爸爸不高兴了不过吧 刘诗诗自打架给了吴七龙 就被宠上了天成的公主 这下刘爸爸该高兴了吧 毕竟女儿幸福比什么都重要众所周知 吴七龙一向节俭 因为早年拍戏挣的钱全用于还债了 深知赚钱不易 但是对婚礼的花销 吴七龙是这样说的虽说感情 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但是一个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 我劝你还是 趁早离开他爸都知道吴七龙 是有点面瘫的 可是自打跟刘诗诗诗在一起后 脸上的笑容宛如18岁的阳光少年 笑得可爱 吴比吴七龙是经常去剧组探班 去机场借机 更是说过 史诗不需要上综艺 我养他 干嘛吃那份苦 爱对了人 年龄真的不是问题 祝福四爷跟诗诗 早点生个小宝宝了 杨幂的豪宅曝光 种菜又养鱼 网友笑称三生三世 也买不起最近 杨幂老爸随手晒了下自家豪宅 就上了微博热搜 听粉丝说这是杨幂 砸大钱帮父母换的新房 下面随着小编来看一看 从内部装修可以看得出来是中式风格 水晶吊灯 湿木餐桌 不管是客厅还是餐厅 都摆满绿植 增加室内生气 养鸟 养鱼 种菜 看得出养你爸爸很会生活 院子中还有一个凉亭 线条感十足 亭顶跟鸟龙形成事 绝呼应 加上条形的木地板 乍现小资情怀 下午可以在这里看看书 喝喝茶 下下棋 事业表上的同时 房产投资收益也颇疯 看了杨幂的在全国各地的豪宅 网友笑称三商三市都买不起 由于资产多 两人都很喜欢投资 2011年杨幂就在北京东四环枭云路买进公寓 物业限市值早已过一千万 2012年二人以商与有限公司的名义 买进现已升值到三千五百万的中 半山为皇居 而到去年 他们又买进了九龙堂了沙峰里道 一号万辣酸 因为那里人口稀疏少 隐私保护好 又是豪者数千万买下 刘凯薇在家的照片也曝光了 半躺着编完手机 内部装修风格相当奢华 而他们的另一处豪宅 光从餐厅就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的富丽堂皇 很有女王的饭 宫廷是建筑风格 庄重 典雅 尊贵 完成古典和现代的交融 现代都市和宫廷的联系 建筑和环境的自然融 可 从视觉到心灵带给居者阔绰 和通达的感受 收放随意 动静皆宜 全面提升空间品质 体现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 室内和室外空间的完美衔接 路过花园 阳台 露台 楼梯平台和各房间之间的公共空间 大门入口平台 回廊等灰空间的处理也非常大气 从视觉到心灵带给居者阔绰 和通达的感受 看了里上的好癌 你有什么感受吗 是不是也要买一套 但一看银行卡 就那么可怜的几个钱 哎 人比人去死人啊 不说了 睡觉去 吴宗先不仅对女儿又亲又抱 还手摸女儿这个部位 引发热意都说 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 这话小时候说客还行 到了女儿大了以后 就要注意一些分寸 母亲还好 但是父亲的话 尽管只是出于对女儿的关爱 但不免让人看了多声势端 吴宗献在公共场合 搂抱自己的漂亮女儿 显然女儿有些不自在 之后 他还亲吻了女儿的脸颊 女儿笑得十分尬干 平时在家妇女也很亲力 宛若情侣 不可思议的 是 他居然还帮女儿提拉抹兄弟服 这就尴尬了 女儿都这么大了 又不是小孩子了 他自己又不是不能自立 这整的他都避开镜头了 吴宗献出道以来 就一直都不发相验新闻 但是对女儿该尊重时 还得尊重吗 可能只是出于对女儿的保护和关爱 但你要一旁看的人心里会怎么想呢 所以凡事要有个度 不要太过火了 大家觉得呢 我比较避免 我比较避免